你知道为什么火星是橘黄色而月亮是灰色吗? 火星之所以是橘黄色 那是因为火星地表的铁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 与水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而变成了橘色的氧化铁 而月球的表面由于没有氧气和水分 难以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月球表面看起来便是灰色的 但是2020年9月2日 NASA在《自然天文学学术》期刊上 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 没有大气层和水分的月球竟然生锈了 大家好 这里是脑补工厂 为你的脑洞加餐 我是你的朋友老李 2008年印度宇航局发射了月球探测器 钱德拉扬一号 并搭载了NASA所研制的M3探测器 探月计划围绕月球进行一年的测量 并希望可以汇知出月球表面矿物质的分布图 然而负责对探测数据进行分析的 夏威尼大学研究员李帅 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个月球上不可能存在的物质 赤铁石 也就是生锈的铁矿石 大家都知道如果想要让铁生锈 氧气和水分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确认月球上是否存在水分 NASA曾用M3探测器 在2009年对月球进行了故意的撞击实验 通过对撞击产生的粒子分析得出 月球极地地区确实有大量的水存在 但除极地之外 只有在月表10厘米之下的月球土壤里 才有微量的水分存在 每一吨月壤中只有200克水分 相当于只有千分之二的含水率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的面粉含水率都达到了13%以上 所以说月球表面真的可谓是极度干燥 另外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 所以风也是不存在的 更不可能通过风的外力 把月表10厘米之下的水分吹出来是铁矿石生锈 即便有一定的水分存在 在没有氧气的宇宙环境下 也不可能让铁产生氧化反应 而这次探测的结果显示 不光月球及地地区有铁锈存在之外 整个月球表面都有铁锈的分布 月球上的氧气到底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让夏威夷大学的李帅产生了深深的迷思 百思不得其解的李帅为此询问了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的阿比盖尔·弗雷曼 对方斩钉截铁地说 月球上不可能有铁锈存在 并认为是印度人把探测数据搞错了 然而通过对数据的重新比对 弗雷曼也吓了一大跳 月球竟然真的生锈了 科学家们通过大量的对比研究 发现月球上竟然真的存在少量的氧气 而这些氧气的来源 居然是距离月球38万公里的地球 38万公里的距离 相当于整整30个地球的宽度 这么遥远的距离 氧气又是怎么飘过去的呢 其中很大一个可能性便是地球磁场的作怪 日本科学家通过对探月女神号卫星 近十年的卫星轨道数据研究发现 地球大气层上层的氧气 会随着地球磁场的尾巴飘向宇宙 并把这一发现发表在了2017年自然期刊上 虽然科学家们还没有搞清楚 让月球生锈的确切原因 但是按照现阶段的研究结果来推测 来自遥远地球的氧气和月表下自有的水分 很有可能就是让月球生锈的罪魁祸首 为了迎接华人中秋节的到来 月球竟然真的红给你看了 你认为若干年后的月球 会变得像火星一样举里透红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愉快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这里是脑补工厂 为你的脑洞加餐 喜欢本期话题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老李 我们下个脑洞见